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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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ush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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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个音量清晰吗 好啊 我也很开心 可以第一次来到我们探机馆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我們寶良局的一些故事 我今天的講題就是講寶良三千 其實剛才Alex也有講到 今年我們宗座大樓其實是九十週年紀念 所以今天我這個講座其實都是我們一個專題展覽 裡面一個特刺的講座 我們這個專題展覽叫做宗座大樓九十年 就在我們博物館,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參觀 另外我們這個專題講座 今天是打響頭炮的第一個 接下來也有更多的講座 稍後我會跟大家再介紹 好了,今天的內容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會講我們由上環到銅鑼灣整個過程 經歷了三次搬遷 而這個三次搬遷背後的原因和過程是怎樣的呢? 在我們三代局子裡面其實有什麼故事呢? 我也會嘗試用多些文獻去跟大家做一個分享的 好了,我這次的講座叫賭樑三千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起就是萬母三千這件事呢? 有啊,太好了 其實背後有一個心思在這裡 萬母三千這個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簡單說一下就是萬子的母親 其實他在他小時候搬過三次屋子 第一次就是因為那個屋子,你看到是近墓 近一些墓墓的地方 所以他小時候他的稀游就是一些墓間之事 就是一些墓墓的東西 他媽媽當然覺得不好,不喜歡 所以他就決定我要搬屋子了 第二次搬去就是市集的旁邊 這次他變成了他的稀游就是一些古人原賣之事 就是一些商人可能在這裡叫賣 所以萬母又是覺得這個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安身的地方 第三次他就搬去一個學宮之旁 就是一個學校書屬的旁邊 他這次玩的東西很好 他說他切左斗 左斗是一些制製用的器具 而且他學會了很多禮節的東西 所以他母親就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 這個故事背後就是說 萬母真的很好,對於他的小朋友的成長 他選擇住的地方其實是會想到很多東西的 去想一下萬子的成長 亦都說到一個引起他的成長環境 對他成長的重要性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故事呢? 或者今次為什麼會用這個來做一個講題呢? 我在想補糧局我們三次搬局子的時候 其實很多公司都會搬他們自己的總部,對吧? 那搬遷有什麼特別呢? 但是在當中其實我看到 保糧局每一次搬局子的時候 其實背後都有很多心思的 而保糧局的局子其實它的重要性 就是它不僅是一個辦公的地方這麼簡單 它也是一個家 我們看看這個文獻 這個是1879年的一個章程 其實保糧局是在1878年成立 因為當年就是我們有四個東莞籍的商人 他看到一些有關的問題 他就上書給當時的總督 就說我想成立一個保糧局 我們就用了那年做保糧局 即是一個出生的一個日子 我們當那年已經是我們的生日了 但是其實我們要去到1880年才正式刊獻的 1882年 這個1879年其實是我們一個早期的一個章程 叫做我們章程的一個根本 它上面特別有提到說 如果被誘拐的人無家可歸的話 公局是要代為集配或者是設法安其身 所以要建造屋宇一所 令到無家可歸的婦女又和得以住子安身 即是說其實他也有定名到就是保糧局 其實這個局子是要好像一個家企 要做一間屋給他們 令到他們可以安身 到了後來1882年我們正式刊獻 那裡也有提到我們要在香港 建造房屋一所 去以為暫行撫養一些被誘拐的婦女和幼童 所以保糧局子 其實大家可以用萬母三千這個概念 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其實它是一個家 而我們在看我們局子的變遷的時候 背後其實我們了解它的原因 設施的演變的時候 也都跟我們本身的服務是很有關係的 好,這個就是以前的香港 帶大家回到以前 說我們的局子的時候 也都要說一些我們保糧局成立的原因 剛才說到就是我們主要因為社會上太多誘拐的事件 所以就成立了保糧局 所以一開始住在保糧局的人 那些人呢 全部你看到都是一些 本身是良家婦女 被人誘拐了來香港 那可能很多人 其實他本身不在香港 在廣東一帶 比如東莞 那樣 就被人誘拐了來香港 以為是可能做妹仔 但後來被人迫了做槍妓 或者近甚至有些 你記得要是轉返外洋 或者分售各地 因為香港當時其實是 對外是可以通了一些水路 所以其實就有很多這些 販賣 一些人口販賣去外洋的情況出現了 那所以呢 保糧局就成立了 那這一張呢 就是一張在上海博物館的 就是萬武三千的一張圖片 你會看到萬子雞下面小小的那個 他拿著一本書的 其實就說到環境的重要性了 就是他搬的時候去到哪裡 他也是抱著一些書的 因為小朋友很需要學習 很需要成長的 好了 我們很快就說一下 我們第一代的局子先 剛才說過我們1878年成立 那我就用1878年開始跟大家去說一下 那我們第一代的局子其實呢 是在上環的東華醫院的 那這張就是一張很舊的 東華醫院的照片 那東華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很熟悉 就是他們的歷史啊背景 我不多說 那這個東華醫院呢 其實是這個建築物 就在1872年的時候落成了 那保糧局它用了什麼地方呢 原來在後面呢 有兩棟叫做平安樓和福壽樓的 那兩棟地方本身呢 是一個養病所來的 那就是說是給病人優養 好像現在的留醫的一些設施 那樣的 但是上層的地方 因為知道保糧局剛剛成立 沒有地方 那便借了上層給保糧局了 那福壽樓呢 就是給一些已經文化的一些婦孺 他住 通常是一個很短期的暫住而已 等著回鄉下這樣 那平安樓呢 就是給我們總理可能做一些的問話 因為以前呢 其實每一個來到保糧局 求助的人呢 其實我們的總理都會跟他問話 就是看一下他 了解一下他的身世背景啊 叫什麼名字 多少歲啊 直貫等等 為什麼需要幫忙啊 等等 還有一些如果他是未被問話的婦女 或者小朋友呢 其實他們都會暫居在這個平安樓那裡的 這個就是一個東華醫院當時的一個傳圖 很感謝東華三院文物館 借了這一張高清圖片給我們做今天的講座 在當中你會看到就是 我圈著那兩棟寫著養病房 就是平安樓和福壽樓 很有趣就是我們做這個 我想探索福壽樓和平安樓 究竟他以前是怎樣啊 想探索資料的時候 其實發覺很多現存的文獻裡面 沒有什麼是會寫到平安樓和福壽樓這兩個名字的 就算在東華醫院這張傳圖裡面 你也看不到平安和福壽兩個字 你會看到寫著養病房 是的 但是呢 由他一些的相片 這裡上面畫了一些大樓的樣子 其實你看到他那個不養病樓的樣子 很清楚是兩層的 跟我們現在現存的一些平安樓和福壽樓的照片 是非常之相處的 所以就知道原來這一個就是 平安樓和福壽樓以前下面 是做一個養病的地方 另外呢 你看到呢 在這個傳圖裡面 原來兩個大樓 它不是平排的 是一個L型的 所以看回這張圖 我又明白 啊 我們那個平安樓 連它旁邊有個 小小矮的 好像門口的位置 那樣的 宿壽樓那邊就沒有的 那我就明白了 應該呢 平安樓就是北邊 就是我的右手邊這裡 打直這一棟就是平安樓 打橫這個和大堂 平衡這個就是宿壽樓 這樣 大堂前面的位置 你看到它上面寫著一些什麼 植理廳啊 有些的醫師房啊 這些呢 就是應該是他們的總理啊 可能有需要去到那個大堂的時候 或者他們有些辦公的地方 就會在大堂那個最正這個地方 最美的這個大堂那裡 對 前面這個位置那裡 發生的了 是的 好 在我們的文獻裡面 其實都有提到關於平安樓 福壽樓的 文字上面 譬如這個呢 1891年的一個致事錄 致事錄呢 就好像我們寶良局的一些會議紀錄 這樣 這個呢 寫著交代儀節 其實呢 我們寶良局呢 每年我們就有些新總理就職 知不知道我們幾個月 是有個新一屆的總理 我們是4月的 是的 4月1號就新一屆了 所以他們都會每一次呢 從新一屆到下一屆都有一些交代就職 有些儀式做的 那麼在1891年 這一年 他們就在這個致事錄裡面很詳細記載 當日呢 有些什麼流程 你看到很早的 6點鐘 那些舊總理去到局集齊 7點鐘 然後新總理就齊集東華醫院客廳 那應該客廳就是 剛才說的最中心禮堂很漂亮的地方 那坐到8點鐘 啊 那接著 舊總理你又來了 那大家互相請客廳 請客廳喝茶 好了 後面重點來了 那之後呢 他們會過醫院 平安福壽兩樓 點爛民婦女 是的 其實我以前 我第一次看這個文獻的時候 我是有點疑惑 覺得 為什麼他會用過醫院 平安樓福壽樓 來做 為什麼要用過這個字呢 他不是已經去到那個局子了嗎 但是看了這張全圖我就明白了 因為其實 那些平安樓和福壽樓 我們這些婦女住的地方 其實就不是他們在他們大廳的地方 原來還有另一棟的 這兩棟就真的純粹是 一些可能是 病房上面兩層 給我們做一個辦公或者是婦女住的地方 所以他運用過這個字 是的 那另外呢 也有些文獻 這個是1894年的致辭錄 提到有些難民 我們就決定 我們安置他在福壽樓 因為福壽樓是給那些已經文化的一些婦女 那這一群人 其實我們有些姓名 已經知道他們的來歷 所以我們決定 安置他在福壽樓 所以看到其實福壽樓 平安樓 其實他們每個大樓都有自己的角色 是拿得很清晰的 好了 然後呢 也有些人就很疑惑 為什麼保良局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可以借到東華醫院這個地方做局子的呢 其實有個說法是叫做東保一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說東華和保良局之間 其實有很多的 好像兄弟那樣 很多人事或者在工作上 其實有很多的聯繫 其實看一些文獻也是 就是我們的文獻有很多時候會提到東華 也都在人字上有很多的重複 譬如在這個程文 程文就是當時我們上書給總督 說要成立保良局那份文件 當中聯名上書的那四個人裡面 有兩個人其實在他們上書之前 已經是在做東華的總理 譬如馮榮山 他1872年的時候是東華的總理 所以你看到其實本身人物上面有很多的重複 另外呢 我們在文獻裡面有一個叫做 槍建保良公局的專策 是什麼來的呢 話說我們1878年就跟政府說 我想成立這個保良局那樣 政府原則上當然是同意了 但是呢 真正到刊憲呢 其實之前中間是會經歷過很多的 可能要寫一下一些章程 然後又要去到英國理凡那邊批准等等 是有很多的來來回回 那中間呢 曾經我們有一些的章程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1879年的章程 寫完之後呢 其實大家都很想很心急 很想快點去看一下這個章程 究竟是否正確 會不會可以繼續去進行啊 這樣 那所以在1880年的時候呢 這裡寫著是農曆七月初十 有一天他們又是齊達東華醫院了 那大家一起就看這個章程 然後大家都覺得 哇 很適合啊 很適合我們的心想 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想幫一些 就是調查一些誘拐的事件 幫這些婦女小朋友這樣 那所以當時呢 那些人呢 大家都覺得 哎 好啊 這個章程很好 我們願意去支持 那所以大家就決定 每人夾十元出來 那就叫做一個勸捐的直理 那就去大家夾錢 那就開始不如試一下做保良局的工作吧 那所以這裡呢 這個文獻裡面其實呢 有很多人的簽名 那全部都是當時一些很見黑的華人 那總共有88位這麼多 那我就沒有續頁去看 那我隨便看第一版呢 一眼已經看到我兩個呢 是東華醫院的創院的總理 可能大家都知道啦 梁河巢、李星都很有名 那另外再看後面那一頁呢 其實有一些呢 甚至是一些東華醫院的前的主席來的 譬如蕭雨田、葦寶山這些 都是大家 我想你們都會聽過的人物來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一開始 一開始 倡議成立保良局的這一群華人呢 那就是 在東華醫院也都有很多工作的 一群同一群人 其實呢 當時呢 如果你說可以有足夠的財力 又可以中環商界 社會也都受到很多的重視 也都可以在政治上有很多的影響力 都是那一群的華人 那所以為什麼呢 有一個東保一家這個說法呢 其實是很適合的 那另外就是 為什麼我們保良局 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用到東華醫院這個 你想想它兩個養病所 它基本上給了一半的位置 給保良局去老和 這個是背後也都有這個原因 好了 我們說完這個局子怎麼來之後 不如說一下 這個局子裡面 其實有發生過什麼事呢 裡面 它的角色是什麼 這個就是平安樓 大家記得 我們在上層的地方 其實它很重要 我們用它的用途就是 去查一些真相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 我們剛才說過要做一些問話的過程 就是去了解一下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只是靠我們都做不到很多事情 所以當時其實有些人 是會寫信去給我們一些線報 很重要了 所以局子 它這封信都是寄到東華醫院的 看到嗎 但是它不是寄到東華 它一定是想其實給保良局的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內容 其實它是舉報某個人 覺得它是在做一些人口販賣的事情 它就說它 專行掩護銜騙 還有它會在省城買了一些少女 就假裝說 我其實是婢女 其實不是的 它會賣去金山那裡做妓女 大家知道以前有這個淘金業 所以香港是其中一個 是可以很快地把那些人轉返去金山那裡的 而且它也會騙一些良家婦女 掩人耳目 而且它很特別 它說到它會藉著一些金山莊口 各自豪為掩父 其實它有很多方法去掩飾它自己的罪行 又串通這個船裡面的工人 那些金山莊的那些人 形式式很難檢舉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人 其實用一個無名的事去寄信 因為它也可能會怕一些後果 這裡也看到就是 為什麼保良局其實可以做到一些調查工作 為什麼做得這麼好呢 我們這些總理其實全部都是做 自己有些很成功的生意 很多都是這些金山莊的老闆 所以如果它要查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查到一些特別的線索 可能呢 未必一些官方的檢查查到的 那這裡有份 政府曾經有一個報告 當中有提到保良局的工作 那在這裡我覺得都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看完這個就明白到 當時我們的總理所謂問話是怎麼進行的 那我當然知道 就是在平安樓做這件事 那他這裡 所以那個答案 問他在哪裡做這個審訊工作 他就說東華醫院對面建築物 那大家現在就明白了 看完那個全圖之後 那還有很特別的 他說這個審訊原來是公開的 任何人都可以進去聽的 而確實那些人有時候都會進去聽一下 那另外這個審訊工作其實也很辛苦 由晚上七點可能有時候要審到凌晨一點 那一會兒都會說一下為什麼 那還有呢 以前的總理也是挺辛苦的 他本身日間自己有很多工作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一些很成功的商人 那到晚上才有空的 那可能就吃完飯了 來到寶良局就開始做這個文化工作 那問完所有話之後 其實那些總理會簽紙確定的 然後呢 通常他就會問問那個事主 有什麼經歷 然後也會問問他議員 例如他你想怎樣 你想回鄉下 還是你想留在寶良局怎樣 他就會把一些建議寫下 然後再交給華文政務司做一個確認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其實寶良局的工作 不是去決定那些婦孺的命運 他們是做一個建議給政府的 那華文政務司就是當時負責華人事務的一個官員 那跟寶良局也有一個很密切的合作關係 那在當中我們寶良局的博物館 我們收藏了很多這些我們叫口供寶 那在裏面我們就巨細無 其實可以檢查一下 當時有什麼人來過寶良局求助 還有他們為什麼會來求助 他們有什麼經歷等等 那這裡你會看到 我們會把性命、年齡、直觀這些最基本的 寫下 然後家庭背景是什麼 比如爸爸媽媽在哪裡 還有什麼經歷 比如這個韓小朋友 14歲 我當他小朋友 他就在鄉下 他跟著他的樣子沒有來 但他不是被拐帶 但那些人以為他被拐帶 那就帶了他去到寶良局 所以他就趕回他的經歷 我們就幫他 就是跟他家人團聚 有些後公寶 你會看到 剛才我給你看這些是這麼短的 通常一版一版 一版是一個人的 就算寫不完 他也很少在同一版再寫 可能在旁邊再寫 有些個案是很極端的 你會看到 哇,密密麻麻的 這些字很難看 還有那些1、2、3 其實是我們下口風的過程 就是1,然後去2 沒有位 他又不知道為什麼不開 又要寫在前面 所以就很混亂了 這個後公寶 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在當中你就看到 你就明白 為什麼有時候 我們的總理在問話 要問到要半夜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們問很多次才知道真相 有時候可能是那些婦女 她被人拐大 那些人口反指可能會恐嚇她 令到她不敢說真話 有些情況就是 可能是她被爸爸其實賣了的 譬如這個案子 她其實被爸爸賣了 但她又不想 一開始又不敢說真話 她就沒有說到 我們看看她第一次作供 這個十多歲的小朋友 十五歲 是的 叫做王浩 她一開始就說 其實她自己被人拐大 有個女人 她只是去街市買菜 被人拐大了 只是她後來聽到 原來她想著綁架 她去 也不是綁架 想著帶她去新加坡 原來做妓女 所以她就掙扎 被人救了 然後我們也有問爸爸 黃桂林 有叫她作供 她說了一些很離奇的故事 所以我也明白 很難相信 也要再問一次 她說到 其實她只是帶她老婆 女兒 去拜神 誰知中間有一隻瘋馬 飛過來 搞到他們母女失散 女兒不見了 她還說到她 到處找 找不到 但因為這個故事實在太離奇 而且 口供根本就不合 所以我們再問的時候 終於知道真相 原來她 她爸爸就把她賣給那個婦人 不是那個婦人拐大她 那個婦人想把她帶來香港 這樣 因為來到香港之後 可能附近有一些暗差 她看到 覺得有可疑 已經保護了這個小朋友 把她帶去另一個地方 所以她爸爸也害怕 又不敢上前認領 這樣 這個 的事主 黃小朋友 她後來 可能她也對爸爸有點失望 她說她自願在局 集配 她寧願留在保良局 保良局幫她找了好人家 她也不回家 你看看 在這裡 保良局 1891年 其實成立了不久 工作也不久 但應該在香港 其實是有一個很好的口碑 知道如果 在保良局的話 會得到很好的保護 會有很好的將來 女子會幫你雜貝 有老公的 OK 所以她寧願留在保良局 都不回家 你想想 另外調查真相 剛才我提到暗差這件事 暗差是什麼呢? 暗差就是暗藏身份的警察 英文你當他是detective 這些暗差其實是寶良局給錢請的 是寶良局的一些差役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要調查一些誘拐的事件 所以我們都要請一些人幫忙 例如這個案例是暗差幫忙抓到的案例 這個15歲姓綠的人 他其實在下環,即是灣仔那裡 學做西衣的本身,學了西裝 但是他被師傅打 所以他自己逃走了,逃走去中環 在當中逃走的時候就遇人不熟 他遇到一個老虎 只是給了三鮮給他 然後又給了一些食物給他 然後他就跟了別人走了 然後那個人又把他帶去油麻地 然後馬上問教 有個女人就問老虎 我要買他多少錢? 他又想賣他 他那一刻就終於知道 哎呀,我被人口販子抓了 他就開始掙扎 那麼很多人又開始圍觀 那麼那個暗差 我不知道這個暗差 其實一早已經是在旁邊看著他 還是因為很多人濟勇的情況下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總之他就被這個暗差救了之後 就送了他去保良局 所以這裡看到暗差 其實在我們的查案裡面 其實都很重要的 另外這些暗差其實都需要去做一些作供的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其實保良局的工作 當然我們有很多調查的一些工作的一個角色 但其實我們調查的全部都是一些誘拐的事件 其他東西是無關的 還有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是牽涉刑事的話 其實那個犯人是要交給警察處理的 我們保良局 福壽樓平安樓住的 全部都是受害人的 一些或者是不次的受害人 可能是婦女或者是小朋友 不會是有一些犯人會住在那裡的 我們是會把它交回警察局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在一些政府的調查局裡面 都看到我們的暗差 其實是有作供的 比如這個就是我們的暗差 在船頭的地方 她覺得有些可疑 所以她就幫忙去抓了一個人口拐賣的女人 就把她交到警察局 所以她要作供了 她就說我是一個捷徑的捷徑 而且這個其實都反映到她們很有專業知識 她就說她為什麼會覺得有可疑呢? 原來她看到這個女人 她帶著一個小朋友 她小朋友看起來好像很害怕 所以她就上前去做一些問話 她是可以有權的 她問的時候又發現 這個女士跟那個女孩子 她們的口音不一樣 她說那個女人 她說那個女人 不是同樣的語言 就是那個女孩子 所以她就覺得有可疑 通常如果你跟一個鄉下的話 你的口音是不會一樣的 對嗎? 跟那個女孩子看起來很害怕 這個重點 她說她不想跟這個女人走 所以她當時就捉了這個 她首先扣留了這個老虎 然後將她交給警察 這個女士後來判了九個月的黑 labor 她寫著 就是苦風 這是一個刑事的案件 好 然後另外一個角色 我們的局長 就是一個短暫的居留 記得這個是福壽樓 為什麼有些人需要在保良局短暫居留 有幾種 有一種就是她在等候審訊 譬如這個1884年的一個案件 這個文獻叫做《各處法來男女難民自己》 我們記得是不同地方交來的一些寫寫難民 即是一些有需要照顧的婦女或者小朋友 她們的來歷是怎樣的呢 譬如這個叫做慈妹 她是一個十一歲的小朋友 也很慘 她因為牽涉了一些案件 她就被人賣了她做妹仔 但是她的主人就好打她 就是虐待妹仔 所以她的主人 就是被人捉了 需要有一些審訊工作 但不是馬上的 譬如她這個就說 後押到星期一 所以在這段期間 華文正務司就把這個女孩子送來保良局 所以她就說 狠期留在桂園 致期在顯大衣 父案對責 因為那個女孩子其實都需要作供 所以在她等候去到審訊的途中 她就會留在保良局 留在福壽樓那裡做一個短期的居留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女孩子 其實如果我們看後一點 會看到整個審訊完了之後 原來她決定了把它交給她的父母 通常如果有父母 有鄉下的我們都會把它送回去 所謂發回原籍 是真的沒有迫不得自的情況 才會留在保良局 就算留在保良局 早期很多時候都會 我們會將她送去 可能其他帳堂、書宿 或者是會幫她去找一處好人家 就是被人領養 這樣 譬如這個姊妹 她就說 其實是 為什麼會將她送回來保良局收養 其實是在短暫收養 因為她想請保良局幫手 寫一封信去她的鄉下 叫她爸爸媽媽來帶她走 當中 其實以前說帶她走 不是說明天就來到 要等船 封信又寄來寄去 都要一些時間 所以途中她也是 又需要住在保良局這樣 這裡其實是一個 之前政府一些刊憲的報告裡面 我們會看到 當中有提到保良局成立頭四年半的工作 她有一個具細無謂的 列了當時其實保良局曾經幫過的 接待過的一些個案 這四年半裡面有2851個 但是當中2412個 其實都是將她送回家 或者是交回去給親戚 所以你看到其實大部分都是所謂的 即是法匯原殖 所以福壽樓的作用就是一個短暫的居留 你可以想像到其實她的設施不會像現在這樣 原備 而我們文獻很少看到那裏有什麼設施 是比較少的 因為對我們來說的作用就是一個短暫的居留 好,那後來為什麼要遷局呢? 這裡文獻裡面又有些答案給我們 剛才提過我們平安樓、福壽樓下層 就是一個養病所 就是病人住的地方 上層住的那些都是女士比較多 三個女士是什麼? 一個虛 這裡有很多虛 所以這裡寫說 旅樓難會日積日多 日夜很多滋擾 也對的 因為其實可能他們經歷過很多不開心的事 可能就會有一些比較極端的行為 她說她會窮歌、會長哭、要圈嘩等等 會令到下面的病人很誇張 她說誰我不安、心神恍惚等等 這裡其實在我們致時錄 甚至有一個記錄 有提過 有福壽樓有一些難民 她說她簡直是拆毀他們那些難山的地方 而且很吵 所以後來我們商量過之後 就把這四個人分開 就安排到另一處住 免得他們吵著下面的病人 所以你也想像到 因為我們始終寄人離下 而且下面的人是病人 所以其實對於大家來說 也不太方便 所以其實我們在很早 已經有一些千谷的打算 其實在1880年 就是說我們成立上書兩年左右 已經開始向政府要求一些地方 就是在自己屬於自己的地方 一開始其實是希望她恩賜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給這個地方 就是太平山的大達地 後來在自事錄那裡 1882年 就是那兩年 也有一些希望的 就是覺得政府是 聽我們的華商有說 好像也是想把那個大達地 一半的地方給保良屋 那些大達地在哪裡呢? 然後大達地現在是學里活道公園 那下面這裡是東華醫院總部 就是蘋果樓福壽樓那裡 所以你看到其實兩個地方 本身不是差那麼遠的 所以都明白為什麼她想要去這個地方 就是近原本的地方之外 那個地方也很大 這個現在是學里活道公園 但是後來為什麼又不成事呢? 原來後來政府有一些衣官 這裏英文叫做 Sanitary Commissioner 他來到之後 他就看了這個地方 那時候就是大達地 就是Chinese Recreation Ground 那他就跟政府說 這個地方很重要的 他形容為太平山的市廢 就是說你要保持這個地方 是一個空地 種很多樹 才會對環境好的 所以他就建議政府 你保持綠化的地方 不要拿來做其他用途 所以保良局這個希望 就在這個時候下空了 就沒有了 不要緊 我們還有其他希望 原來在1887年的時候 其實有提過 有張寧安的地方 就是所謂地段1129號 就是現在新街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說 給保良局去做一個局勢 後來政府就決定了 他會建一些房屋 他說上層是可以拿來做保良局 可以做一個home 給保良局去做一個家社的用途 下層他就想著都出去做屋 或者是做shops 那新街的那些樓房在哪 就在現在我跨著藍色這裡 寫著新街堂樓 又是同東話醫院 其實還近了 那也挺好的 這個就是現在1129號新街的位 有一個叫做環球大廈的地方 是 但後來 發現了 有些的衣官 又是去視察一下 他就覺得房屋其實可以的 不過如果你當它是一個 一個單獨的睡房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當它是一個家社 一個集體住的地方 其實那些設施就不夠了 譬如他提到 你沒有一些更衣的地方 那又說 那些樓梯很陡峭 只有一個廚房 他們要走很陡峭的樓梯上去拿水 然後下來又很不方便 總之是說到 設施上面 不是很配合到 我們作為一個家社的需要 所以後來 其實政府是把這個地方 賣了 這裡是一個政府刊憲文件 你看到1129號這個櫃 它就拿去拍賣了 所以為什麼我這裡寫著 傳說中的寶良新街 我想大家有聽過 有些人在新街前 以前都要加寶良兩個字 其實很多寶良局都以為 自己是可以拿到那個地方 來做一個局子 所以那時候也因為有這個傳說出來 所以又看到很多人在大興土木 在那裡起樓 大家都覺得寶良局 但是其實寶良局從頭到尾都沒有在寶良新街 有自己的局子 但是其實我們是曾經有試過在那裡住的 1994年大家知道香港鼠疫很嚴重 清洗太平街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一段時間其實我們的婦女 因為都怕她會受到一些感染 有曾經把一些寶良局的婦女 搬去寶良新街的樓房站住的 所以你說如果確實寶良局的婦女 有沒有住過在寶良新街 有的 不過其實寶良局從來沒有在這個新街 那裡有過自己的局子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我們最終都是沒有拿到這個 新街這些堂樓做我們的局子 這裡有寫到她去那裡暫居了 好了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解決方案呢 你也可以想像一下寶良局 也成立了一段時間 一直都寄人離下 還經歷過兩次希望 然後兩次落空 所以這裡其實也有寫到她們 有些不開心 有些酸漏漏的感覺 這裡寫著她們有些感覺 那怎麼解決呢 幸好後來寶良局和東話 也就是東話 達成了一些協議 就將三六一地段 就是當時的放複義時的地方 就記錄了一個地方 給寶良局做一個局子 對了 那在我們的文獻裡面 其實曾經也有跟華文政務司 有交代過這件事的 在1891年的時候 就跟她說 我們已經跟東話 和街坊談好 我們打算把東話 以前那裡有一個舊的集醫所 就是可能是學一些醫術的地方 還有舊鬥局合二為一 讓她大一點 那裡就讓我們做局子 政府後來也同意了這個決定 那這個三六一地段在哪裡呢 我們看看舊的地圖 就是我紅色的地方 那她普人街對面 看見寫著Chinese Hospital 那那裡就是東華醫院 所以其實是更近東華醫院的 你剛才那些什麼太平山市廢 都再遠一點的 新街都再遠一點 那這個就真的在東華醫院的 正對面的位置 三六一地段 那呢 剛才提過這個本身是廣福義時的地方 那後來為什麼不是呢 其實不是不是的 那廣福義時呢 因為在1894年的時候需要重建 因為鼠翼 清洗太平地 那所以廣福義時也都需要重建 它重建的時候呢 就向右邊移一點點 那還有小了的 那為了就是把她左邊很大 三六一的地方 就給了寶良局去建她的福祉 那如果大家現在去這個廣福義時門口呢 還會看到這個碑石 那就記錄了這件事的 就說我們這個廟這個地段 因為大家說過 要給寶良局以辦善之用 那所以呢 金兒在廟右建 就是她說到我們向右移了一點點 那大家看回這個地圖 三六一就是剛才說了三六一地段 寶良局用了這個地方 那星星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現在廣福義時的位置 所以很明顯看到她是向右邊移了 那另外呢 在政府一些的憲部 也有記錄這件事的 那她說那個廣福義時的地方 那她說那個廣福義時的地方 因為要拆了 拆了 她 rebuilt on a portion of this former site 就是說她呢 on a portion 她擺明是小了的 以前整個地方 大家想像是廣福義時的地方 因為廣福義時以前 就是現在就是一個禧堂 以前一個禧堂有很多功用的 就是可能是有些的問政啊 都會在那裡做 特別是東華醫院那個建築 還沒建好之前 其實廣福義時有很多的其他作用 但是她再重建的時候 就只是保留它作為一個禧堂的用途 那所以她就是小了 而其他新的地方 就變了被寶良局用了 那所以寶良局就是三六一 我跨著這個地方了 星星這個就是廣福義時了 小了 向右了 還有就是現在降福義時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東華醫院 所以你看到其實我們跟東華醫院 我們跟東華是真的有很多的合作 很多連繫的 大家互相幫忙的 好 而我們這個三六一地段 現在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搬走了 現在大家知道我們在銅鑼灣 現在就是這個世銀花園這個地方 當然現在都是東華醫院的地方 東華醫院的物業 他們正在收租 那這個另外一張圖 你很明顯看到這個世銀花園 其實是黏著 就是三六一地段 它是黏著現在的降福義池 是的 所以三六一 我現在放了寶良局的標誌 就是現在的世銀花園 黏著降福義池 大概地理位置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們拿了這個三六一地段的時候 當然很快就立刻起了 這次是第一次 雖然我叫做第二代的局子 但是是寶良局第一次有自己的大廈 自己的地方 所以當然很隆重其次 去找人設計 去建了一個新的大廈 這張照片是我們的開幕典禮 在196年的11月13日 很厲害的 我們的開幕典禮 連當時的兩港總督 都送了一個牌匾給我們的 就是這個持有傳證 但是保留不到這個牌匾 只剩下一些照片 另外我們也很幸運 可以保留到當時我們開幕 就是186年 開這個廣福義池 這個新的局子的時候 開幕的基石 上面你會看到 港督羅便臣 他親自來主持這個開幕典禮 那這個石現在在哪裏呢 就在現在我們銅鑼灣的局子 那裏 我們有一個景年艇 是的 就在這個黃色圈圈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普人街的局子的開幕典禮 為什麼我們還能保留到這塊石呢 不是因為我們從上華搬走的時候 把這塊石帶過來銅鑼灣 不是的 都很轉奇性的 原來在1957年的時候 我們突然說 我們在這個局子裡 挖這塊石出來 就通知我們 就問一下我們怎麼處置 所以當時在1957年的議案堡 起了一個議案 我們有討論過 我們怎麼安置這個 在舊局子挖出來的 這塊開幕紀念碑石呢 那個決議就說 我們不如建一個艇 安置它 剛剛那年其實是保良局80周年 所以也建了這個景延庭 景延庭就是景延我們前年的意思 現在如果大家來我們 保良局中座大樓 即是銅鑼灣總局參觀 其實都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景延庭 以及看到這個基石 除了這個基石之外 我們很幸運保留另外一樣 跟我們上環局有關的 就是這個紀念神案 這是一個宣誓的神案 我們上面就擺了關帝的神案 大家知道保良局是擺關帝的 這個很大的題目 今天不細說 但是關帝可以說是保良局的守護神 所以這張神案 當時我們上環局開幕的時候 有一些楊刊 叫楊刊聚利堂 送了給保良局之後 一直用 用到這個就真的了 我們搬來銅鑼灣的時候 就決定 都很漂亮 很有紀念價值 那就搬來銅鑼灣 放在我們的關帝廳裡 一直用到現在 所以這張桌子其實有120年歷史 很珍貴 如果大家來參觀的話 都可以看到它是真身的 都可以輕柔地摸一下它 因為這些宣誓桌子其實很需要一些人氣 好了,講一下這個局寺的建築特色 看到他說 他特別找一個很知名的建築師 叫做Mr.A.Denson去做一個設計 而且他主要的建築特色是中式的 中式的建築 我也找了一些上環的局寺的照片給大家看 說真的就不算太多的 留在這裡 也跟大家分享 這張就是一些早期我們總理合照 你會看到後面 隱約有些供品 有些五供在這裡 後面應該是我們以前的關帝的神座 因為我們很早期 你已經看到寶良局已經有擺關帝的習俗 這張就在外面 樓梯上了一點 有些像現在說福祉前 都是有些樓梯上去的 另外這個樓梯上去 其實就會令到增加了一些私隱度 這個都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在外面 很少有在外面拍到這一張照片 另外這個就是港督 通常他們來巡局的時候都會拍一張照片 這張就清一點 後面隱隱約會看到很多對聯 很可惜這些對聯很多都是木對聯 所以因為怕蟲鑄和種種問題 就沒有搬到銅鑼灣的中座大樓那邊 但是不幸中之大行就有拍照 我們也曾經有一本的對聯集 有記錄這些對聯 其中一對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我們上環局子開幕的時候寫的一對對聯 還有你會看到有了一個屬於自己局下的那種 就是對一個很美好的盼望 比如這裡你會看到他寫著 設廣下已成全草創未能 一季工程就推後起了 有了這個大廈之後 其實他覺得可以推後起的 就是平安樓和福壽樓 就是覺得上環這個局子 就可以承繼平安樓和福壽樓 一直做得這麼好的一個服務 一直去繼續推後起 越做越好 所以有了我們這個上環局子 其實對於保良局來說 好像去了一個新的歷程 那樣的 我們在這個局子 其實最主要的局子提供的是什麼角色呢? 剛才說過 我們福壽樓也有一些收容的一個用途 但是去到我們上環局子的時候 其實那些婦女和小孩 他們是需要一個更加長期的居留 那麽我們在一個 在一些口供報道 譬如這個個案 你會看到 這個也是很小的 十二歲的小朋友 那麽他呢 因為他在 他其實很無故 他媽媽坐船 然後在船上 旁邊有個婦人 俗稱叫搭傘 無端端就問 你們是哪來的? 那麽他就想遊說 他媽媽 就將他帶去新加坡那裏覓食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那麽他媽媽就拒絕他之後 他竟然大膽到無形 他說 那個女兒是我買回來的婦女 那麽在船上爭執了 開始就大家去搶那個女兒 那麽 那麽後來這個女兒 是去到 因為有很多牽涉刑事的事件發生 你看到他要二月 才可以讓他媽媽帶走 所以經歷了當中 本身是十一月的 所以經歷了幾個月的時間 你想想他才可以 就是回到他媽媽那裏 而這幾個月的時間 其實他就住了在保良局 另外有些個案就是 一些很小時候被人賣走了的 一些叫妹仔 他五歲就被人賣走了 六歲又再住賣 他養母對他很差 當然他就不想回養母那裏 這個文獻其實就是我們寫給華文政務司的一封信 所以這個文獻你記得寫著 什麼政務司本局來往信 我們就把我們保良局和華文政務司的來信 一來一網就很詳細記錄了 因為我們其實所有的婦女 小朋友 他們的怎樣處理 其實我們最終都要交給華文政務司 做一個最後的審核 最後的法律 所以我們接收到這個女孩 原來他的意願是他不想回去養母那裏 還有他想被人領養的 的時候我們就要跟華文政務司說 後來他亦都回信 說可以了 這個叫戴金 他說軍準給人領養 我們就留他在那裏 給人領養 在他被領養之前 其實也是要保良局一邊照顧他 也要留在保良局 這裡有些政府的文件 其實保良局很多時候都會跟政府交代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們那些很多的數字 其實據細毛說我們都找得回 在1894年你看到 最後那一欄是說 一些還留在局的小朋友的人數 有31位 去到1897年就59位 雖然不算是很大的一個增幅 但是也反映到 因為我們有那個新局子 其實在物理學上 你也想到 因為我們多了位置 是可以收容多一點的婦女 在設施上面 我們也看到 新的局子 其實我們有三棟這麼多 前一棟就是有大堂、直理的房間 就是一些辦公的地方 後來兩棟這麼多的地方 其實都是用來收容一些所謂爛女 就是一些需要收容的婦女 可以收容100個這麼多 另外 另外 在一些報章裡面 有提過 就是我們這個局子裡面的一些設施 提到那些設施是很好的 冷藏很重要 特別是鼠液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著重衛生環境 除此之外 你看到 Cooking、Washing 每一個樓層都有 而且設施 他說 Being of the best kind 是最好的 以及是 the most modern type 就是說 所有的設施 所有東西都是最好的 因為已經開始有一個意識 就是 我們不是只給他們一個床位 等著回鄉就算 是真的要給他們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 讓他們去 因為他們會留得久一點 就像我們住酒店都想 住得舒服一點 另外 我們也留意到 其實他們也有些休息的需求 所以 也都每一個星期 最少會帶他們 去附近的卜公花園走走 就是叫舒淺下身心 那 卜公花園就在這個位置 上面 夸著寶良谷的那個 就是我們三六一地段 就是我們上環局子的地方 所以走過去是很近的 而且卜公花園 你這樣看也覺得 真的很大 是一個可以舒淺身心的地方 另外 也會開始留意到 就是住在這裡的人 有一個教育的需求 所以 其實在1897年 我們在一些 書信來往 和政府之間 也有看到 其實我們 開始請一些 女教師 叫做 提供一些 教育 給他們 當然不是現在的 教育 就是有課程 一個很有規模的教育 不是的 純粹是 找一個女的老師 在局 她說每天授以 有益身心的書籍 讓她由淺入心 還有可以開其貌室之心 可受藥食 藥石之份 希望給他們一些書看 懂字 讓他們 可能會對自己人生 有些想法 不是說要學什麼英文 學什麼知識 不是的 那 當我們上環局子 剛才 這麼好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 又開始有個想法 需要搬局 其實我們是去到1932年的時候 正式搬來 我們現在 就是銅鑼灣 尼頓道這個地方 但是在 再早期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有這個想法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 尚環局子太小 因為後來人口急增 所以住在寶良局的人 是多了很多 我們收容的人 也多了很多 根本就不夠住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 也有些其他原因 例如說 沒有空抗之地 以至其有關 剛才提過 他們如果想去做一些 舒淺分心的地方 要去到福宮花園 當然很近 但是你始終離開了自己的局 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是需要得到保護的 所以 也都是不太方便 所以 就開始有一個 遷局的想法 但是 也不是我們一開始 就想著遷局 我們在找一些 關於這次 為什麼要離開 尚環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搬局的時候 的一些文件 最早找到一個 就是1922年的時候 的致時錄 我剛才說過 我們三、二年 正式搬到保浪局 就是搬到銅鑼灣 就是我們正式搬 之前十年 其實已經開始有討論過 要不要搬局 這件事 但是當時 是覺得不用搬的 是的 這裡我們可以看一下 也看到 上環的局子 對他們來說 有什麼好呢 為什麼他們 當時還沒想著 迫切需要搬呢 那我就挖住了一些重要原因 第一個就說 他說往來方便 原來有些總理就說 你找個地方當然好 但是他們覺得 如果你找個地方大 通常是很偏僻的 但是現在 上環局子這個地方 就是 港福義朝那裡 交通也算是方便 我們總理晚上去到局 辦事都方便 所以就覺得 挺好的 另外有其他總理 這個賀帝新翁 他就說 這個跟東華醫院很接近 就算我們那些劉果固域 有什麼病的話 要求醫 都很方便 如果要搬就好了 但是材料又貴 地價又貴 所以就覺得 不如不要搬 另外也有些 又說地盆適中 其實就是交通很方便的意思 但是他的作動點就是 他晚間 因為他很多時候 可能晚上要去局辦事 他說晚上要總理去局辦事 都方便一些 還有有些人如果 布室和帶人來 都方便一些 如果偏僻的話 就很難了 另外這個 提到他說 他的地台高 與倫理有別 就是我剛才說的 樓梯上去 感覺好像 他的私隱度比較高 這個對於我們作為一個 收容故意的地方 其實都很重要 他覺得 這個地點其實都很合適 所以1922年 當時這個討論 其實結論就是 無官遷之必要 所以 去到這個表 總結了一些有什麼好處 我放了寶良局的標誌 這個就是 我們那個三陸的地點 港福義遲的地方 很近東話 然後樹樹那個 就是 城市的市費 太平山市費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很多個案 都是由大館 送人到寶良局 大館其實也不算很遠 所以 也去理解明白 為什麼當時覺得 港福義遲這個地點 對於寶良局來說 作為一個 收容 扶餘的地方 其實是很合適的 但是 去到後期 主要真的因為 人口急增 不夠住的問題 所以我們開始 有了 這個 搬局的急設性 因為那個地方 其實附近 也有很多建築物 你根本沒有辦法 再怎麼去 令到我們可以 收容更多的人 另外 也開始 時代不同了 我們收容的婦女 其實他們 因為越流越久 我們知道 我們要為他們 提供一些工藝 很多的訓練 而 剛才提過 上環局子的房間 其實是沒有 遇到這個作用的 所以很難 提供了相關的設施 給他們 所以 到了後來 我們就開始 跟政府 有些的書信來往 希望去 一個新的地方 其實前前後後 也有幾年的 大家互相交談 切磋 才可以得到 1930年的10月的時候 其實政府已經說 我寄了一些 他叫做新島糧 私地址的圖執給你們 當時其實已經在討論 就是把禮頓道 即是我們現在 禮頓道這個局子 這個地方 交給寶良局 在10月3日 他曾經寄過一個 地圖 地址圖給我們 到10月21日 他就把這個領地章程 已經在說 你領地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要做 所以 1930年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 挺肯定可以得到這個地方 領地的章程也有了 但是 其實我們還未真正得到政府 一個最終的批准 所以在1930年 我們看到有一封信 也是華民政務司寄過來的 他就說 你們知道你們想拿 禮頓山這個地方 我們都有意 將這個地方給你們 不過我現在將它轉成 我們的禮帆園批准 都要讓它作實的 但是他也是 當中再一次去重申 其實他們政府是支持的 這件事 當時就是12月21日 我們其實要去到1931年的2月 才有一個政府的回信 就是說 李凡宇終於回電了 就說這個領地 這件事是批准了 那就叫做正式正式 就得到政府的批准了 當時是1931年的2月12日 但是其實我們保良局 在1930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籌備 開始籌款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文獻 叫做千見保良局勸捐元寶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籌款的小冊子 也都好像現在我們 可能買樓的一個樓花 這樣的一個文件 它裡面又提到 為什麼我要搬局 我想著建的保良局是怎樣的 有很多未來美好的構想圖 就像我們現在買樓花 有很多參考圖片 它裡面也畫了很多參考圖片 拿來給總理 容易收為無捐 因為你想想 建一幢新的大樓 是需要很多錢的 所以他們30年很有軟見 剛才說過我們連領地章程 其實都在政府裡收了回來 所以他們都覺得 很有可能是拿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已經開始做一些務捐的工作 所以為什麼31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奠基禮 這麼快 3月我們奠基禮 但是我們是2月才正式 收到說你凡然一個批准 其實當中是因為 很早已經開始做很多投機的工作 在這個勸捐原部裡面 當中也有提到 我們這個禮頓山的地段 有什麼好 很平坦的附近 交通也很便利 很近東縣 這次就近東華東縣 是貼著東華的 很近東華東縣 樹木很濃陰 很衛生 很好 廣道 這裡就是在那個勸捐原部 那個樓花書 它就畫了那個地圖 原來電車站在附近的 所以交通很便利 劃一下東華東縣 怕你不知道附近在東華 劃一下 讓你覺得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很適合寶良屋 這個就是一個厚一點的地圖 你看到我們寶良屋的附近 是有百萬二尺這麼多的 所以是大了很多的 如果你和上環的比例 這個就是畫的一個構想圖 你會看到 其實是很相似的 跟現在真實 就是建出來的那個 有三個凸出來 建築上是很相似的 所以 而且你會看到它很特別 有些樹 黑色的放進去 怕你們看不到 它特別圈起了一些樹 要告訴你 其實這裡的環境很優美 很適合住人 我們那些婦孺住在這裡 會很開心的 對了 在我們籌備 這邊 另一邊廂 就是我們籌備起 另一邊廂 我們也要想一下 咦? 舊的地方 我們搬走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麼 在我們的舊營案保的時候 我們找到一些文獻 又說到原來他們有提及到 當我們搬走的時候 那時候不會搬走 就算的 拆了那些材料 全部都會拿去轉賣的 希望都可以幫補一下 那麼 原來 以前我們 在1932年之前 原來跟東華曾經 談過就是說 總之在舊局寺 我們賣到的所有東西 那些錢就歸回保良局的 而且在港福二池 即361地段 保良局的局寺 旁邊還有一個很小的地方 叫做1356號地段 是屬於保良局的 那時候就說 東華其實他很想要那個地方 因為他反正都收回 361地段 那1356是貼著的 他說要用市價向保良局買的 但是1932年的時候 鄧紹堅著事 他就提出了 就說 東華醫院其實就 內訊 跟我們說 他今年其實經費有些困難 那他就說 雖然我們之前談了是這樣的 不過他就說 提議一下 會不會 其實可以有另外一個處理的方法 所以就 在這個會裡面 就討論了這個議案 其實大家都 對於這件事 當然都覺得 如果今年我們保良局 其實那個經費是比較充足的 東華可能不夠的話 其實大家都同意 就是不如我們把舊局紙上蓋 我寫著那裡寫著 值銀1800元 那林欣泉是誰 林欣泉其實他是第一代 就是在香港 建了很多房子的 他也是在香港 做了一個建築商會 而是他說去成立 所以他是建築界權威來的 他就說 總之這個舊局紙 你賣了上面的東西 會值1800元 這1800元 本身是屬於保良局的 但是他就說 不如就算了 給了東華就算了 另外 港福爾池前面的地 就是1356地段 其實他就很詳細分析了 每一尺 百元到十元 那你就成了 原來那塊地值四千多元 那兩樣東西加起來 都是五千多元而已 但是我們借了人家 361地 局子 三十幾年 如果東華要跟你計租 當你一零一百元 那就又很大筆錢 那他就說 不如這樣 如果人家的經費不足的話 我們不如把這兩樣東西 當作是一個寶座 給東華 而大家都同意 就說 這裡 我們又很 看到我們 就是東寶一家 他說我們跟東華醫院 是同心協力的好兄弟 他又一直借了我們 借地方給我們用 所以很公道的 其實我們還要付這兩個錢 所以最後這個議案就通過了 就將我們港幅議馳的局子 那些錢賣了之後就給了東華 以及將1356地段這個地方 就送給東華醫院 這裡就是一個寶地註冊處的 一個查冊的文件 這是很感謝《情集香港》的 Won George 之前查的 然後他就跟我們分享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實1356地段 一開始的業團是屬於保良局 到了33年的時候 轉了給東華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現在也是屬於東華醫院的這個地方 那1356地段在哪裡呢? 為什麼我剛才說這麼久 說361 為什麼我沒有提到1356呢? 1356地方是很詭異的 它就是現在你看到 很大的箭櫃 插著那個小小長方形的地方 我用紫色線 忘記了我還有PONTER 這個長方形 這個就是1356地段 所以是一個突出很小的地方 星星這個就是港福義池 所以它其實是在港福義池前面 一個很小的地方 我們本身的局子就在後面 就是現在細銀花園的地方 其實是什麼地方呢? 我們都研究了一大輪 看了很多不同版本的圖片 其實都不太能找到 我們去Google map看看 因為它那個1356地段 就在港福義池 和一個公廁的中間 就是這個地方 黏著的 所以我們看一看 這裡你看到很清楚 它是黏著港福義池 我去到那裡看 我真的看不到哪裡有凸 因為現在的公廁和港福義池 都根本是黏著的圍牆 我唯一看到就是 中間確實有個空位 是否就是這個長方園這裡呢? 所以這個我也是 我猜的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什麼資料 知道1356現在在哪裡 可以告訴我 但我覺得很有趣 可以研究一下 其實港福義池 這麼多年有沒有經歷過什麼的改建 我們其實都可以找回 1356地段 其實是在什麼地方 在東華醫院的徵訊錄 在1932年也有記載這件事 這個也很感謝東華醫生院物館 傳了這張高清圖片給我們做這個講座 當中又提到就是 在1932年確實 在盡資那裡 因為徵訊錄是告世無謂的 將他們入的錢和用的錢都記錄下的 那就是保良局是將賣了的一些材料 我想是運營土那些 賣了是真的1800元 就當是捐了給東華醫生院的 這個就是我們舊局子的一個處理 這個就是我們舊局子的一個處理 好了 時間很快來到第三代局子 就是1932年去到現在 好 可以了 因為有這條片 在我們看這個局子之前 有一條很珍貴的電機典藝的片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聽了我說話很久了 大家可以先看看這條片 很珍貴的 你看看91年前 還有一些影片留下了 就是看到當時中在大樓還沒起的時候 很刺激的 那這個電機典藝的情況 大家可以先看看這條片 這條片是沒有聲音的 是天使先生給我們保良局使用的 以前我們有個總理 叫謝家寶總理 他是當日在場的嘉賓 所以他就是用一個嘉賓 參加這個典禮的身份 他把一些花水拍下了 所以他跟一些官方 即是記錄了電機典禮的 那個的拍攝是很不同的 他是一個花水形式的 所以挺有趣的看 而且他很有心地找回每一個人 其實當時來的一些嘉賓 全部都是華人社會的一些精英 和領袖 去找回他們的名字 所以是很珍貴的這條片 在那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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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